嗨大家好,我是响念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四川人春节期间一定吃过的菜 非常的家常并且下饭 蒜苔肉丝到底是先炒蒜苔还是先炒肉丝呢 一起来看看响念怎么制作的 这个是四川本地蒜苔 很小一根的,但是非常的香 首先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蒜苔花给它掐掉 不要,因为这个蒜苔花的口感的话着实会差很多 然后直接把蒜苔切成小一点的结 再准备一块瘦肉直接把它切成丝 首先还是要切成片再改造成丝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最重要是选择里脊肉 我这一块是后腿上面的 里脊肉切丝比较好切一点 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切肉丝的时候一定要顺着纹路切 所谓顺筋切丝逆筋切片 这样子切出来的肉丝它才不容易断 下面给切好的肉丝码胃 胡椒粉 料酒 老抽两滴给它上一个底色 再加入一点点水 直接下手先把它抓匀 大家一定要看仔细我这个码胃是怎样码的 因为只有码好了炒出来才会滑嫩 再加入半个鸡蛋清 继续用手把它抓匀 最后再来一点淀粉 少许的植物油 主要是让它下锅之后能够快速的划散 锅内下入少许油 三成油温下入马好的肉丝 大家想要知道炒肉丝怎么不粘锅 可以参考一下我往期的视频有讲解的 非常的详细 主要就是制锅 肉丝滑至九分熟的时候 先把它倒出来备用 炒肉丝的油留在锅里面 下入姜葱蒜末 来一点点豆瓣 先用小火把它们的鲜味和颜色给它拦出来 炒香炒出颜色之后下入蒜苔 先给它翻炒个一分钟左右 这里如果能去菜市场捡一个烂的甜椒就更好了 插一个红色会好看一点 现在是过年嘛 我们这里菜市场可能不好捡 蒜苔扁炒好之后下入划好的肉丝 调味一点点猫猫盐 少许的鸡精 白糖增味提鲜 大火快速把它翻炒均匀 最后加入两滴陈醋 从锅边淋入 农家菜马一般起锅前烹两滴醋会更加的鲜 翻炒均匀之后出锅装盘即可 最后不撒性感的葱发 非常美味的一道蒜苔肉丝就已经做好了 这是四川人饭桌上面常见的一道农家菜 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 接下来响恋给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蒜苔入客的时候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鲜香 家常味很浓郁 而这个肉丝却是非常的滑嫩 很美味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想念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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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